在太阳系,火星是最像地球的一颗行星,火星直径约为6792千米,是地球的一霸,火星的表面积,大致相当于地球的陆地面积,重力则是地球的五分之二,火星上一天的时间相当于地球上1.02七天,一年的时间则约等于地球上1.88年,即680七天。 火星也有四季变化,每个季节的时间长度,约为地球上每个季节的两倍。 另外,火星上也有大气层,火星的大气层相对于地球上的大气层来说比较稀薄,而且95%的成分是二氧化碳,只有很少的氧气,火星上也有一些水资源。 所以,在太阳系,火星是未来最有可能被改造为地球的一颗行星,也是未来人类星际移民的首选之地,火星与地球的比较。 最近,人类又在火星南极冰层的下方,发现了一个直径约为20公里的野太水湖,如此丰富的水资源,为人类改造火星,并以为火星提供了可能。 正因为外太空的资源,有现在的利用价值。 所以,美国和苏联早在1955年,就开始了太空竞赛。 这场竞赛一直持续到1972年,在火星探测领域,美国和苏联也有过竞赛。 1964年11月28日,美国人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尔奖空经基地第12号发射场,发射了一个名为水手4号的太空船。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飞越火星的太空船,并向地球赚回了火星上的照片。 然而,这次探测却让人类大失所望。 水手4号传回的火星照片显示火星上布满了云石坑,大气层也很稀薄。 这说明火星的表面,暴露于严峻的太空环境之中,火星上不会有智慧生命的存在。 而在此之前的科幻小说,一直认为火星存在生命。 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发射的火星探测器,1971年12月,苏联人发射的火星3号探测船,成功登陆火星,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陆火星的探测器。 在20世纪的60年代,人类的航天技术,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 登陆月球和火星都变成了一个现实问题,而不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了。 人类的活动范围已经拓展到外层空间,为了确保世界各国,都能和平利用太空。 联合国大会在1966年12月通过了外层空间条约,该条约规定了人类同事航线活动应该遵循的实现基本原则。 其中有一项原则规定,条约的签署国不对外层空间及领土要求,不把外层空间据为己有。 这就意味着包括月球、火星在内的外太空天体,都属于人类的共同财富,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。 此外,还规定了和平利用外太空的原则。 这项原则的规定,意味着条约的签署国不会在地球轨道了以及月球、火星等外太空天体上,不属合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新武器。 火星的表面,于当年的10月10日生效,并且是无限期生效。 目前,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该条约,中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印度等国都是该条约的签字国。 正因为美国人也签署了这份条约。 所以,美国人在1969年7月21日成功登陆月球的时候,并没有宣称月球为美国的领土。 美国人在1972年的一次登陆任务,未来,人类如果成功登陆了火星,或者成功移民火星,也不会规定火星未来一国的领土。 因为外层空间条约的已经确定了火星未成人类的共同财富。 1964年的火星探测,并未给人类带来火星上存在智慧生命的消息。 但是,后来的火星探测所发现的一些新情况,却给人类一名火星带来了希望。 迄今为止,人类已经向火星表面,以及火星附近的轨道上,发射了数十艘航天气。 人类对火星的地质、气候,税文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。 一名火星想象兔,火星的两极有机关,机关是由水冰组成的,还有部分干冰。 此外,火星上也有液态水,这些水资源的存在,为人类改造火星,为一只星球提供了可能。 不过改造火星的工程耗时非常长,大概需要些年的时间。 人类可以在边改造火星的时候,边在火星建立定居点。 当然这些定居点都是由大型的玻璃罩罩着的,确保玻璃罩内的环境使用人类生存,如何运行玻璃罩呢? 可以利用太阳能和核能来发电。 虽然,在火星上建立太空战的技术已经有了,但是,目前从地球向火星运输一公斤物体,要花费三万多美元。 这使得人类在火星建立定居点,面临着经济条件的险制。 也许当有一天,在火星上建立定居点,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时候,人类才会花费巨额的开支来了一名火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